非洲国家民主刚果的最大监狱 前天凌晨发生大规模越狱事件 到现在至少有129人死亡 其中大部分都是在警方鸣枪警告之后 相互推及踩踏而丧命 事实上这处监狱的容量只有1500人 但是却关了1万多个囚犯 明显是过度拥挤 而越狱事件在民主刚果也是屡见不鲜 监狱围墙破了大洞 整排牢房烧成较黑 监狱的行政办公室也遭到攻击 里面一片凌乱 刚果民主公克国位于首都金沙沙的最大监狱 2号凌晨发生大规模越狱事件 由大批囚犯持武器攻击狱警试图脱逃 双方爆发激烈冲突 半夜枪声打坐 民主港股当局随后封锁了监狱外的道路 并在当天上午表示情况已受到控制 内政部长则出面说明 这起事件造成129人死亡 59人受伤 其中有部分囚犯在警方开箱警告后遭到射杀 社群网站上则流传有人哭着将囚犯遗体扛上卡车的画面 根据国际特赦组织最近的报告 民主港股这处监狱关押了一万两千多人 但其实这里只能容纳一千五百人 虽然今年七月当地才释放四百二十名囚犯 仍旧无法缓解过度拥挤的问题 而越狱事件在当地屡见不鲜 2017年这处监狱有五十多人成功脱逃 2020年东北部另一处监狱 则因遭到与ISIS有关的反叛组织袭击 有近千人越狱成功 民主港股当局强调 将针对这起最新事件深入调查 但有民众建议政府 应将监狱移往其他地点 并解决人满为患的问题 公事新闻的昏迷便衣 西方股当局强调查